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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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记得是真的二妈妈给我们一种力量 这位将军告诉你的兵士 赶紧悬崖勒马 不可涂炭生灵 净土口中的二妈妈就是天上圣母妈祖 她降价在美女鸡童 李佩蓉的身上 一身古人装扮还裹着小脚 备受信徒敬重的二妈妈 不但帮信徒受怕 还能解决任何的疑难杂症 absorbing 玉姊姊姊夫还要刮呢 要刮latemin粉 有一道宝姊姊要刮bat ed Mhm 好 这个 american word除了你先 touched 你先塗一 tą酒桃果 還 intellect 賺这道叫 Boston 我們把它打开 destru pessimism 不僅穿著打扮讀書一格 當聖母降價時 女基童的口音也變得很特別 得透過一旁的師姐翻譯 但無論如何 她總是能忠實傳達神明的旨意 這次我前來拜見媽祖是 你的請求我已經知道了 救苦救難是我的職責使命 你回去告訴鄉親們 我稍作安排 四日之後便到高麗 為鄉親們醫治怪病 因為之前其實一般在問世 都是那個惡媽媽 對啊 所以像那一次 是比較危急的話 就是大媽祖在幫我們下來 幫我們特別幫我們 就是保佑媽媽能夠順利的 在家或病房能夠順利出來 因為那時候在長根 已經是醫生宣布敗血症了 媽祖慈悲祭世的神蹟 流傳在台灣各個角落 高雄大樹區也不例外 位於小巷弄監了慈後宮 供奉的媽祖又被稱為行阿嬤 慈後宮雖然是一家面積不大的小廟 但每到一週一次的問世時間 當晚的廟門前總是大排長龍 各路前來的善男信女 都在等著媽祖賜福 大家不用著急 我給大夥開個方子 你們很快就會沒事了 把藥給病人貼上 先把這些 都給大家分發下去 這個能治病嗎 來 給你 晚上半夜在睡 他看到人在望他的腳 他都熱鬧我們坐坐 他外面說 怎麼 什麼人在我旁邊睡著都沒什麼 是比較有人在摸腳 他都回到他再問世媽媽 世媽媽說 不是只有他去而已 最早說也會去 就像尋常的擋雞一樣 每當行阿嬤出巡繞進時 李佩蓉也會超無保 但動作顯得格外輕柔 一點都不血腥 裹著小腳的臉部輕移 散發女雞童特有的魅力 他說 這是他跟媽祖之間的約定 也要用溫柔的方式幫他代言 秋風 秋風 風這年 下七年 風這年 我們曾經在出巡的時候 突然下大雨 那我們的教班人員 就一樣是抗著教 是學生都淋濕了 媽祖就突然降價 然後就陪著這些志工 跟這個教班 然後行駛在路上 就是行走在路上 跟著他的神教一直走 媽祖回來的當下 但是所有的教班都非常感動 天上聖母媽祖 是台灣最普遍的民間信仰神之一 三尾蕭媽祖 更是台灣知名的文化盛世 每年農曆3月19號 雲林北港媽祖出巡 大紀小巷的居民 都會一起到老了 大甲鎮南宮媽祖 16日晚間抵達鳳天宮 一隻隻信徒的手搶著 撫摸神教保平安 接著大甲媽就要進宮住駕 人人搶摸媽祖神教 或者是大牌長龍 以跪姿軟腳腳 只為了一求聖母保平安 人群中不分男女老幼 甚至有搭著輪椅的信徒 他們都是酒駕被害者 其中一名男子 七年前被酒駕撞飛昏迷 據說靠著媽祖庇佑 才得以清醒 祈求祂讓我們康護 然後日子不要那麼悲哀 信徒說不分貧窮貴賤 媽祖都一視同仁 這也是為什麼海上女神媽祖 在台灣人心中 具有崇高的地位 大甲鎮林 有關媽祖的神蹟 台灣民間信仰有許多記載 最有名的莫過於媽祖 在生前就可以原神出鞘 大顯神通 經典的傳說故事 就有所謂的機上救負 有一次媽祖的父親和兄長 村民共五艘船 分別出海捕魚時遇上海難 爸爸和哥哥不慎落海 當時媽祖在織布機前打盾 竟可以使出分身 出手大救 爹 退去救你阿哥 結果媽祖的母親 突然喊他的名字 嚇了他原神回鞘 遲了一步救哥哥 娘 不好起風啊 阿哥 你別走啊 莫妞 阿爹 我都把阿爹救下來 還沒救阿哥呢 你就幫我退行啊 阿哥 阿哥 民間傳說的記載 跟整個那個歷史的背景 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 媽祖的爸爸 他是一個退休的節肚師 可是媽祖成神的故事呢 又跟這個合不起來 為什麼 因為如果媽祖的爸爸 是一個退休的節肚師 那是高官後路 怎麼還去打儀呢 這個不對吧 所以民間傳說 有很多都是這個真真假假 很多媽祖的故事裡面講 就是說 媽祖成神是因為 有一次呢 他在做夢 夢見他哥哥 跟他爸爸出海不移 結果呢 他哥哥 肉海死掉 沒有回來 那媽祖 他爸爸失蹤了 所以媽祖呢 就每天提著一個燈籠 到 美洲島那個地方 當燈塔 他爸爸還是沒有回來 但是呢 往來的船隻 因為有媽祖那盞燈 他們不會民航 有關你孟娘生前的神奇事蹟 不升美舉 往往都是大顯神通 想要浮沫的故事 但或許有人會問 他的法術到底從哪裡學來的 根據民間傳說 媽祖在13歲那一年 曾經在故鄉梅州 遇上一位道士傳他法術 讓他不但能原神出鞘 還有辦法神遊填廷 有一個道士來跟他畫圓 他對這道士非常的好 道士就傳授他一個經法 那這個經典的法術呢 就是據說就是醫術 那醫術呢 你沒有得到正式認可之前 在一般的民間 就所謂的巫術 到了16歲 他能夠呼風 這個呼風換雨 然後幫助地方 來解那個災惡 林末娘一生 從胡薇柱混戰風鬥浪 強陷救人 感天動地 天地順應 民心天意 可奉林末娘為海神 自明媽祖 媽祖在信徒的心中神威顯赫 來自大陸的信仰 在明清時期傳入台灣 光是台灣本島媽祖廟 就有五百多座 大樹慈後宮就是其中之一 不像其他廟宇 動輒兩三百年歷史 李佩蓉主持的慈後宮 成立至今不過十五年 怎麼香火如此鼎盛 祖廟宇 祖廟宇說過 只要我爸爸在家 他的第一個地主 他不要離開這個行 所以我們那時候 祖廟宇就說 他要選在這個 我們家在頭前而已 要選在這個行的頭前 這裡要去廟 雖然很小間 但是他不去陷 慈後宮的起源 要從李佳說起 祖廟宇就在我們頭上 就擺起來 是我的家事 佳穎佑佑 你們還能再逃嗎 阿嬤祖 你誰都廣大 我們算是在你手裡了 祖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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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慧的行阿嬤 是李佩蓉的母親 從北港朝天宮 請回家供奉的家神 常年守護著李佳人 直到李佩蓉二十四歲 那一年 遇上人生最難解的關卡 那時候很難過 因為不曉得 那個心靈上 不知道要求助 求助無門 原來他剛出生的孩子 罹患了罕見疾病 醫生判定他極有可能要折 他的染色體是異常的 那等於是 他左邊完全沒有發育 包括沒有眼皮 那半邊小臉症 包括耳朵 耳朵也移位 移到這邊 心臟左邊也都沒有發育完全 所以我整整三年幾乎都在醫院 帶著孩子 大大小小的手術 當時李佩蓉心急如焚 再怎麼心疼兒子也愛莫能住 在我兒子經歷十幾次的大大小小的手術的時候 有一次在家務病房外面 我其實是自己心裡是暗中 許一個願 希望老金也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去幫忙別人 暗自許下的願 本以為被神明給忽略 直到他的出現 有一次那個慈府千歲 就直接當我的面跟我說 媽祖婆有聽到你的心願 你可能要去服務大家 你願不願意 對…我馬上就說好 被媽祖指定當代言人 妮佩蓉的體質也開始轉變 漸漸能通達聖母的旨意 於是便遵照神明的指示 在家裡頭開談辦事 那時候在三樓我要顧我兒子 所以我也不會跟人家講說 我有開宮 可是不知道信眾哪裡來的 那個最高紀錄排到樓下 樓上整個樓梯間都是人 說也奇怪 倚佩蓉當起行阿嬤代言人後 被醫生斷定長不大的兒子 病情逐漸好轉 還奇蹟似了出院 我妹妹她就發現她覺得說 媽祖指定有辦法救她的兒子 一定有辦法救越多人 綠茶 四杯無糖綠茶 一杯半糖的 好 那都去吃 所以五杯還是四杯 五杯 好 母子倆埋頭調製飲品 忙得不可開交 這一個小小的飲料攤 就是李佩蓉賴以為生的經濟來源 失婚了她 當年就靠著賣著一杯又一杯的飲料 得以籌出兒子龐大的醫藥費 都沒有去收到百獎金回來 都給她賺她的小手賺錢 是她的雞和她的媽媽和爸爸 所以不知道是要我看 她這樣做我也做不敢 心疼女兒的遭遇 李佩蓉年賣的老母親受訪時一度哽咽 畢竟單親媽媽要一肩扛起家計 著實不容易 羅椅上的阿公就是李佩蓉的父親 中風之後不良於行 李佩蓉除了要拉把兒子長大 還要撥控照顧爸爸 經濟壓力經常壓了她喘不過氣來 但是她堅持不向信徒收半毛錢 我們不求什麼 我們也不貪圖什麼 我們只是想把一個好的信仰給推廣出去 我們媽祖給我鼓勵 我也希望可以鼓勵很多人跟我一樣 遇到人生挫折的時候 都可以勇敢的站起來 細心挑選玉盒包荔枝 幫忙撿枝 裝箱 在玉盒包盛產季節 這也是李佩蓉的工作之一 她熱心協助當地農民賣荔枝 就算再忙都樂此不疲 白天的她是一位平凡的母親 夜裡的她又化身為媽祖的家庭 問她累嗎 李佩蓉說 只要家人和鄉裡平安 她甘之如意 快點去換錢去 大家想認識者 雙性恐懇 時雙性思想 可以測 Hit